吴尼娜 敏米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2月2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先一开始带来看到 部落族人千万不要让土地权益给睡着了 在立委振天才积极争取下 财政部国产署针对国有地震申办原保地 租金缓收或者是免收 另外以取得原保地壮者 在取得之前所缴交的租金 或是占用补偿金退还 为了让族人更充分了解申办的作业流程 国产署花办处特别在瑞穗乡公所 来办理说明会 部落族人挤报现场 2022年9月 行政院同意核准申办增花边原保地 免收 缓收以及退还租金 租政部国产署即可修改办法与规划 缓收以及退还租金 国产署花办处在去年召开三场次的说明会 并同步受理申请后 今天上午也特别在瑞穗乡办理说明会 资金款收的部分 申请的资格 地区是要依国有财产法第42条 第1上的这款规定 跟我们花联办事处签订有 国有非公用不动产 租列契约书的成租人 而且要去有原住民身份的 那么成租的国有非公用土地 必须向当地的公所 申请主办增化编 为原住民保留地呢 还没有经公所博回的 也就是说如果金字公所博回 或注销的就不符合资格了 有关自身土地权益 部落族人士急报 住民会的现场 同时也提出 申办作业上所面临的问题 与国参署华办处专员讨论 我刚刚听了同志的意思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说因为我们国产要的文件 是分割协定书 那就必须请家人在写条沟通的时候 直接就将当时指定 那个继承人的这个资料拿出来 跟家人说那这样子 我们现在就要用长者 把人家他指定继承人的这个意思 来写分个写例书 这样就可以了 根据国参署华办处初步统计 全县符合资格者约有700多笔 目前已经提出申请的约有200多笔 而为了让族人了解申办资格 及申办作业 今年也规划办理12场次的说明会 并且现场受理族人申办 他们申请的时候 应该要解决的文件包含申请书 那还有身份证明文件 文件上面呢 像户口名簿啊 或者是其他族资证明 有原住民身份的证明文件都可以 然后以及资约的印本 资约的印本要再一次跟大家强调 是必须要跟我们国产署 花园办事出签订的资约 那么不限于资约的类别哦 也就是说基地的约 合作地的约跟地的约都是同合的 那么最后呢 调检据公所受理申办 增化边缘保地的证明文件 那内容必须注明啊 它没有基因服务或注销 那么申请的地点啊 就是可以用邮寄的方式 寄到我们国有财产署的 计分所的花园办事出签 地址是在花园市人民屋 直接131号的优客 那抑或呢 也可以就是以后用 我们办申请会的方式 我们也会现场的帮大家做收集 积极推动原住民土地 全力回复的立委政天才认为 全力回复还的概念 至始至终就不应该有租金的存在 国参署修改办理后 居凡申办元保地尚未取得全壮者 租金还收或免收 而已经取得地状者在为取得地状之前 所缴交的租金或者是占用补偿金 也将给予退还 记者是玉兰瑞社采访报道